一串串的红梨结碎饱满 红的黄的色彩缤纷 看起来喜气洋洋 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光 一般游客不容易到 可是我们过年期间 又有很多游客来到台东玩 所以农委会水保局 就跟这个史前博物馆合作 但受到台风影响 今年红梨晚收一个月 而种植3000平方公尺的红梨花海 也正好搭上春节观光列车 红梨是原住民部落的传统作物 含有高量的蛋白质 膳食纤维跟有机矿物质 营养价值比稻米 扫麦 小米糕 还被称为是古类的红宝石 可观上也可以成为餐点的健康食材 不论是蛋卷 面条 牛軋糖 饭团 营养价值高的红梨 都可以看到它的踪影 还有店家特别推出的 红梨下午茶套餐 也相当受欢迎 有甜味但是不会太甜 不会很腻的感觉 然后酥脆的感觉 又让人家觉得很耍唇 过年的时候的临时好伙伴 你知道这个是红梨吗 我不知道是红梨 红梨可以入菜又可以做点心 一大片的红梨花海 除了丰收 配合春节假期 更是应景 记得亮永辰 李仪惠 台东报导